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 我是黄树心 由于环境工程项目的带动 Zipark资源2019财年第二季 净利稳健走高 年增3.18% 营业额也微起2.38% 累计首半年 净利剩余上财年同期 增幅高达4.34% 营业额则增3.7% Zipark资源上半年核心净利符合预期 占年仓国际投行研究 全年预测的54% 但仅达到市场预测的44% 该公司目前正筹备竞标 政府第三大型太阳能发电厂项目 凭借过去的良好记录 相信Zipark资源有能力从中赢获一些合约 不过随着更多能源业者加入再生能源领域 估计该领域竞争会非常激烈 年仓国际投行下调2019财年 融资成本5% 因此调高每股精力预测10% 但考虑到废料转制能源厂房 启动热期展延 预料会面对罚款 因此下调2020财年预测5% 联昌国际投行维持守住评级 并调低目标价值1令吉71仙 4番目标价值1令吉71仙